在一个遥远的森林里,住着一只叫沃尔夫的小狼。 他还有一个好朋友叫福克斯,是一只狐狸。 小狐狸慢慢地长大了。 沃尔夫也在慢慢长大。 沃尔夫对森林中的其他动物充满了好奇。 善良的兔子分享食物给他。 慢慢地,沃尔夫和森林中的其他动物和谐共处。 沃尔夫感到很快乐。 他认为,即使是被狼族视为猎物的动物们,也有着自己的智慧和善良。 沃尔夫找到自己的好朋友小狐狸福克斯诉说。 他们两个都一致认为,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捕食,而在于理解和尊重。 沃尔夫和福克斯和森林中所有的小动物都成为了好朋友。 然而,沃尔夫出生在一个传统的狼家族中。 家族成员们以捕猎为生,遵循着森林的自然法则。 这一天,沃尔夫的家族计划捕猎一群无辜的鹿。 这群鹿在河边喝水。 小鹿们还不知道危险就在身后。 他们包围了小鹿,并将小鹿们都吃掉了。 接下来,沃尔夫的家族在洞穴中策划捕猎小白兔。 小白兔们吓得四处逃窜。 可怜的小白们啊。 有只小狼告诉了沃尔夫这件事。 沃尔夫简直是难以相信。 他的好朋友们被吃了。 沃尔夫非常愤怒,于是他决定站出来反对这样的行动。 他的家族对他的行为感到不解,但沃尔夫坚持自己的立场。 他选择离开了家族。 开启了一段自我探索的旅程。 然而,他在路上遇到了老虎。 他被老虎抓伤了。 小白兔给沃尔夫分享他们的食物。 沃尔夫的伤渐渐好了。 小白兔还让沃尔夫住在他家里养伤。 小鸟也分享自己的食物给沃尔夫。 沃尔夫与他们都成为了好朋友。 经常一起玩耍。 慢慢的,沃尔夫与许多小动物都成为了好朋友。 沃尔夫看到了朋友们的家有些破旧。 于是帮助一些小动物修理房子。 看到鸟们有了新家真开心。 他们的友谊越来越深。 沃尔夫还和小鹿们一起游泳。 然而,他有时候还是会忍不住想念他的家人们。 沃尔夫的动物朋友们纷纷劝说沃尔夫回去家里。 他们表示理解沃尔夫的心情。 时隔多年,狼家族们终于听到沃尔夫要回来了。 沃尔夫迫不及待向家人们分享他的经历和所学到的教训。 提醒他们,成长不仅仅是身体上的,更是心灵和道德上的。 他告诉家族成员们,真正的生存之道是和谐共生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沃尔夫家族开始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,学会尊重生命。 开始与其他动物一起生活,如建造房子,共享森林。 狼家族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豪和满足。 森林中的动物们一起庆祝。 它们一起跳舞。 一起玩耍。 一起唱歌。 一起分享食物。 森林中的动物们互相帮助,共同维护这片土地的和平与繁荣。 而沃尔夫的故事也在森林中传为佳话。 沃尔夫的故事告诉我们,成长是一个不断学习、反思和改变的过程。 通过教育和道德的力量,我们可以超越传统,创造一个更加和谐与美好的世界。 你好,朋友。 我是沃尔夫,希望我的故事能给你带来启发和正能量。 我们再会。 我也很熟悉。 你好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